他请问修行者 是否会渐渐淡忘 亲情与仇恨 仇恨是要把它忘记 亲情不能忘记 为什么呢 佛法的修行 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我们尽忠修行 是要依据官无量受精的经业三福 经业三福头一句 孝阳父母奉仕四长 这是什么 能力的教育 如果我们把父母四长的恩都丢掉 都淡忘了 忘恩负义 你能成得了佛吗 所以你越是修行得好 你的慈悲心越重 慈悲就是爱心 那你怎么做呢 你肯定是 孝阳父母尊敬四长 做出给社会大众就看了 做榜样啊 让那些不孝父母 不敬思的人的时候 看到你 他的善心善意就生起来了 也能向你学习了 你就是自信化他 你要帮助众生 你要给众生做好榜样 那么仇恨忘记是好榜样 那么这个对父母是 格外的孝顺 这是今天的好榜样 因为今天人不知道孝顺父母 菩萨一定会做出更好的样子 给大家看